昨晚三十對的夫妻情侶組成甜蜜團 和參加廣州國際旅遊展的客廂一起游珠江 廣州市文化廣電旅遊局 藉此推廣婚慶家旅遊的文女新玩法 馬東銘說一下 這次甜蜜之旅從會展中心碼頭開啟 李丹和Sergio分別來自中國和西班牙 廣州女婿Sergio對中國傳統文化好感興趣 珠江夜遊使他印象深刻 令Sergio滿視移民的 正是一場傳統分族展示 新人新著華麗的分服亮相 將納彩、請旗、親營等婚禮流程逐一呈現 魏君傑和王子謙嶺政三年一直沒有辦婚禮 這場嶺南傳統分族文化體驗 圓了他們的心願 對廣州的傳統的婚俗文化 還是非常感興趣、非常期待 想去學習一下廣州真正傳統的婚俗是怎麽樣的 他會有很多服飾 我們都想試一下 看看哪些會更貼合這些文化 會到時更好看 作為我們到時擺酒的參考 在珠江遊船上新人可憑 觀賞傳統嶺南風族的整個樓程 之後他們還會去到嶺南印象園等的景點 去到景點之後 新人還可以親身體驗傳統婚禮 現場還舉行廣州分慶旅遊十大打卡地推介 廣州塔、華南植物園、海參橋等景點紛紛上榜 近年廣州打造甜蜜旅遊 今年邀請夫妻情侶來廣州體驗傳統嶺南分族 借珠水百年祝福百年好客 其實來自全國的旅遊買手 連日來已先後前往廣州市文化館新館 廣州塔及永慶坊等地 感受廣州文類新變化 現在又收到將分慶加旅遊的文類新名片 他們將會設計更多新線路引合入瑞 廣州吃的東西比較宣傳的多 它是一些老的景區 看了那個文化館 我覺得挺震撼的 把這個景點拉入到我們的產品裡頭 廣州的優秀傳統文化 讓更多人去了解、理解、體驗、打卡 和親身的感受 更好地傳播、分享 廣州電視記者馬都聞不得 澱州電視記者 請問一下 好地